新竹市美術館年度的主題策展 圍繞在與人為本的議題 第三檔移居者的展覽 我們希望透過移居者的角度 重新思考全球化的跨國移動趨勢 以及回應在地性的一些文化思維 產生的新的共存共融的社會形態 新竹這個城市 其實是一個移居者的城市 那就用這個議題來規劃這個展覽 我們移居並不是要一直強調一致性的融合 而是在多元的尊重之下 互相碰撞 然後互相連結的一種新的創生文化 這個文化才是一個城市生命力的所長 通常市場裡面小小的市場 聚集了很多的不同移動的人口 它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來看我們現今社會裡面的一個真實的狀況 一個移居的狀況 以及一個群居人的效應 這次的錄像作品 透過摺紙的方式 讓兩位移工在拆解與重組的過程中 去凸顯移工與當地經濟的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 透過不同國籍架來台灣的女性 收集她們在異國婚姻當中的餐桌的樣態 主要是從飲食文化跟食物的重新建構這件事情 來看每一個人的故事這樣子 我的作品也是變成我的生活 我來這裡有這個機會可以做我愛的東西 我真的很開心 在這個作品裡面就是觀察Daniel跟我所說的一些故事 那麼他為什麼選擇留在台灣 是因為他認識他妻子 也就是說他是因為愛情 所以決定移居留在台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也是一直想表達我們人對於愛情 然後讓我們可以遠離他鄉 這樣一種感覺 那這組作品呢主要是在敘述 郵輪上船員以及旅客他們精神移動的狀態 兩種不同移居者他們所處的心情 那所呈現出來的作品 我來自苗栗 然後我是南莊的三家族人 我其實從小就離開部落 我的作品主要是透過我參與儀式 從家裡的故事出發 然後來自於族群的文獻 來梳理我跟部落之間的關係 以及我母體原生文化